张之磊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家庭又没有什么背景 他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先是进入体制内 然后又夺得奥运银牌 再之后扔下铁饭碗 这身一人来到美国就为了圆一个梦 站在世界舞台上的冠军梦 他有多难多么坎坷 咱们等一会说 就是作为80后也好90后也好 他的这些成绩 这已经让99.9%的人望尘莫及了吧 但是总有那些码字的 爱情七个不符八个不分了 上一集我就宣传一下张之磊这个直播门票的事情 平台就给我献流 说我推销产品了 行你献就献 关键是就拿几条评论 还有码字的呢 那几块钱就叫割韭菜了 给同城女主播刷火箭 刷皇冠你不心疼 所以你也别冒充全迷了 拉黑江湖不见吧 就是这种评论你不得不删除 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人 好咱们今天弄一期张之磊的纪录片 1983年张之磊出生在河南周口的沈秋村 因为他从小就身材高大 很有体育天分 13岁就用体校被国家赛艇队看重 随着年龄增长 他的身高有点不太适合滑艇 说白了就挺快招不下他了 这当中他还受了伤 那么他又怎么进入拳击这个行业的呢 视讯我的腿受伤了 受伤之后 然后就到最后教练就说 让你回家也太可惜了 对吗 然后就说拳击三打 你喜不喜欢的 我拳击三打是干嘛的 但是我对拳击三打没有概念 然后教练当时就说打架了 我可以 大概就去练全球了 就这么阴长阳错 这孩子合法打架去了 先是被别人揍 然后是揍别人 展现了他过人的天赋 然后赢得每一场的业余赛 这当中他拿下奥运银牌 2013年他告别了业余赛事 咱们开头又说了 他要圆蒙 飞往美国打职业赛 出来乍到困难重重 一路坎坷 虽然找到了推荐公司 5月之后就打了第一场职业赛 他只用了17秒就拿下了对手 再之后能逃过他三个回合的对手都不多 这是要一双铁拳走天下吗 冠军梦盛世不远了 其实这样打 打一辈子也成不了 为什么呢 对雷哥来说 一回合KO对手 两回合KO对手 这种连续实际场比赛之后 给他的信心造成了极度的膨胀 我觉得这个信心身高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由于信心的极度增长 那可能会造成生活中的一些忽视训练的细节 想吃啥吃啥 想喝啥喝啥 偶尔训练完之后 还有河北小九 就是这样 打时就感觉非常相守 省会也非常 应该说非常烂三 我想去打好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安排 然后到最后我就问 我说你给我安排好的对手去打 OK 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去安排 想去摆脱这个合同的时候 他们对雷哥和对我发出了这个死亡威胁 就是说我会在我的国家 我说了算 我弄你 我会怎么样去害你 但是我也没有钱 没有财力 没有人 他们公司OK 给你打官司 然后卡给你拖个几年 拖个几年 这几年你比赛又打不了 比赛打不了 然后就OK 你什么东西都做不了 然后所以说到最后没办法让就是你提什么条件 OK 你说放我走 你提条件 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法律的手段 维护我们的权益 We grew up 这回知道早期张智雷为什么总是在刷战绩了吗 几经周折最后通过法院 终于摆脱了原有那个推网公司 签约新公司之后 第一个对手就2020年 绰号守门员的瓦加斯 对手质量明显高了三个党级 张智雷只用了四个回合拿下了这位号称不可战胜的守门员 可一年之后2021年 这一战张智雷被喷惨了 对手只能算是一个三流 名字叫弗雷斯特 开局很好 一回合就击倒了弗雷斯特 第二回合再次击倒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战毫无悬念的时候 张智雷突然没有体力了 那么这又发生了什么了呢 这特别累 然后教练给我讲什么东西 我让我感觉听不清 然后刚才可能就就已经 大脑就已经感觉不受控制了 他来到 他来到 他再接了 他跟左边 群人开始 别人过来打你了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去躲 但是我没有力量 没有能力去做反击 大铃铭出了 当时有一个开口 医生来了 封针 封完针之后 医生问他你好吗 他说可以 医生走了 就在医生走了之后 他全身那个汗水 不是往外渗的 而是往下在躺 他底下都流生一条河了 那种感觉 突然跳起来 就是我的心跳 我心跳痕了 已经不行了 恢复意识是到救护车上 然后到救护车上 然后车开了一半 然后醒了 怎么在救护车上 这一刻离比赛结束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 他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后来告诉我 从第六回合开始 没有任何记忆了 所以当他问出 我赢了还是输的时候 我觉得事情可能不是简单了 而是严重了 因为他记忆已经没有了 我说平了 简单出来的 这个是肾功能 急性衰竭 加肝功能紊乱 加电解质紊乱 他说如果那场比赛 我没有撑下来 可能我的生涯就结束了 人生可能也就结束了 但是今天我撑下来了 我出院了 他这时候我放火归山 所以说那一次比赛之后 对我就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 那么这问题出现在哪了呢 就是赛前张磊减重了 他的团队也没有在意 因为之前打得太轻松了 四五回合算多的了 这场比赛之后 我的生活更加自律 这战过后 张磊非常自律 严格控制体重 训练体能 然后面对柯格维奇 虽然被放了鸽子 但是当时柯格维奇 可是排名第三嘛 张磊排名13 按理说他要和第六 这个周日张磊和乔西的二番战 上一集我也说了 他肯定没有一番战好打 从哪方面评估 张磊的胜算是极大的 但是毕竟这是竞技比赛 这不确定因素有很多 作为主播来讲 也不要天天唱赞歌 因为这种捧杀会害了张之类 我只想表达什么呢 对待比赛要理性 不要赢了比赛 就是世界第一 万一输了比赛 那就是啥也不是 这种无脑的话可别说 还是那句话 二月四日凌晨的五六点钟 我们买张票去支持张之磊 平台能不能让我拨出去啊 我可没说多少米上哪去 那个场 好了兄弟们 我也需要你们的支持 多点赞 扣扣字啊 顶一顶 那什么 下班吧 字幕字幕志愿者 杨栁